非法勘车员向车主征收停车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扎里哈就指出 他已经指示吉隆坡市政局执法人员加强监控和巡逻 以杜绝首都非法勘车员的活动 几天前一名车主在社交平台上传视频 怒批首都的勘车员太过分了 不仅非法征收15令吉的停车费 还威胁不付停车费的司机 轿车将被破坏 这名车主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五级缅登区 靠近马银行的街道 非法勘车员还告诉他 这一代都归他管 他可以任意的征收停车费 另外也有一名网友来留言 指吉隆坡达马斯广场Blaza Damas 周围用作代客泊车不适合 与此同时也有民众抱怨 残障人士的停车位被人滥用 来的声音 坡达马斯大吉 要怎样 说不通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